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新闻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如何重新点燃雅克·德洛尔的精神 美国通胀加速减少了美联储降息的理由 比特币走向华尔街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新的资金将使投资比特币变得更加容易 以下是您需要了解的内容 英伟达透露了中国自动驾驶芯片市场的进展 竞争加剧 请大家收看 如何重新点燃雅克·德洛尔的精神 经济学人 欧洲官员正在寻找灵感 希望从雅克·德洛尔·Drogue DeLong的遗产中 找到重振欧洲项目的方法 德洛尔曾担任欧洲委员会主席 任期从1985年到1995年 他在创建单一市场 为欧元和免护照旅行奠定基础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重新捕捉到德洛尔精神 欧洲领导人必须认识到 他的成功部分归功于当时的政治氛围 那时的国家领导人 在二战期间长大 决心消除民族主义 推动欧洲一体化 自德洛尔时代以来 有三个关键发展必须被扭转 认为更多的欧洲总是答案的观念 欧盟机构的政治化 以及存在两个领导人 欧洲委员会主席和欧洲理事会主席 相反 重点应该是振兴单一市场 并执行单一市场规则 目标是展示 欧洲可以在不依赖危机的情况下 取得进展 美国通胀加速 减少了美联储降息的理由 彭博社 2023年底 美国通胀加速 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在截至12月的一年中 增长了3.4% 为三个月来最高水平 除食品和能源外的 CPI经济学家认为 这是更好的通胀衡量指标 12月环比上涨0.3% 同比增长3.9% 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住房 电力和机动车保险费用上涨 尽管通胀加速 但数据表明 通胀对劳动力市场影响不大 为美联储今年降息创造了条件 然而 决策者对市场预期首次降息 可能在3月即将到来的观点 持反对态度 比特币走向华尔街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纽约时报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已批准创建新的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使投资者更容易买卖比特币 包括贝莱德 BlackRock Varnet 和Grayscale在内的11家基金管理公司 已获得授权 可以提供这种新的加密货币 投资产品 为了提前获得优势 这些公司一直在削减管理费用 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的首席法律顾问保罗 格雷瓦尔表示 根本性的变化 是更多的资金正在涌入这个资产类别 SEC的批准 给加密货币带来了合法性的认可 使比特币有了无限增长的潜力 然而 SEC主席加里 根斯勒警告称 比特币主要是一种投机性 波动性很大的资产 也被用于勒索软件 洗钱 逃避制裁 和资助恐怖主义等非法活动 尽管如此 德意志银行的研究员 马里昂 拉布尔和卡西迪 爱因斯沃斯 格雷斯写信给投资者 表示他们预计价格将进一步上涨 他们认为 大量机构投资者和欧盟的新加密货币交易监管 可能会提振数字资产市场 预计 SEC对比特币ETF的批准 将导致其他加密货币如以太方的类似基金 在其他消息中 切萨皮克能源宣布将以74亿美元的全股票交易 收购南方能源 这笔交易将创建美国最大的能源生产商之一 亚马逊表示 将在其Prime Video和工作室业务 以及流媒体平台Twitch的工作人员中 裁员数百人 谷歌也裁员数百人 以降低成本并专注于人工智能 新的资金将使投资比特币变得更加容易 以下是您需要了解的内容 美联社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已批准了11个新的比特币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允许投资者在不拥有加密货币的情况下 获得比特币的投资机会 预计 SEC的批准将推动比特币的需求增加 同时稳定其价格并扩大其受众 然而 一些分析师警告称 加密货币 ETF可能会给投资者的投资 组合带来过多的波动性和风险 英伟达透露了中国自动驾驶芯片市场的进展 竞争加剧 南华早报 英伟达宣布在中国电动汽车市场上 取得了自动驾驶技术方面的进展 包括长城汽车 理想汽车 小米和吉利旗下的 SEC在内的几家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 已购买了英伟达的Drive4自动驾驶系统 以提升其车辆的性能 此举将与华为等本土自动驾驶系统供应商展开更激烈的竞争 随着中国推动更广泛采用先进的自动驾驶技术 自动驾驶系统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日益激烈 波兰降息预期消退 央行行长警告通胀复苏 彭博社 波兰的交易商在央行行长亚当 格拉平斯基警告 通胀可能在2024年下半年上升后 减少了对货币宽松的压注 远期利率协议显示 在央行会议之前 对未来12个月内降息100个基点的压注 从大约125个基点下降到了现在的水平 对降息预期的减少有助于波兰兹罗提 挺过一场即将爆发的政治风暴 格拉平斯基表示 通胀可能会在3月份降至决策者设定的2.5%目标 但在政府旨在限制能源和食品价格的计划结束后 通胀可能会上升至8% 商业房地产市场终于有了希望 彭博社 全球商业地产市场将迎来一连串的交易 因为价值的明确性以及解决迫在眉睫的债务到期问题的需求 引发了更多的交易 在去年的不确定性导致市场几乎冻结之后 买家和卖家开始看到更多机会 根据重量联行JLL的数据 与2022年底相比 11月每笔商业地产交易的投标数量增长了16% 重量联行估计 由于价值下跌 业主将需要多达5700亿美元的新股本 这种清晰度在市场上产生了一些乐观情绪 然而 重量联行表示 需要更长的利率稳定期才能释放官网资金 重量联行补充说 许多业主将等待交易 直到价值进一步稳定或可能开始上涨 比特币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将于今天首次上市交易 以下是需要关注的交易代码 美联社 几家投资公司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申请 计划推出新的基金 以便更方便地投资比特币 寻求推出这些基金的公司包括 ARK21Shares Bigwise BlackRock Fidelity Franklin Templeton Grayscale Hashdex Invesco Galaxy Valkyrie Varnet 和WisdomTree 这些基金将为投资者提供比特币的投资机会 而无需直接购买和存储加密货币 这一举措是因为 比特币作为投资资产的受欢迎程度和接受度继续增长 美国失业救济申请将至三个月来最低水平 美联社 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 美国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已降至三个月来的最低水平 上周 失业救济金申请人数下降了1000人 降至20万02000人 四周平均申请人数也减少了250人 降至20万07750人 领取失业救济金的美国人总数减少了34000人 降至1.83million人 尽管利率和通货膨胀率较高 但失业救济金申请人数仍保持较低水平 机遇之窗 中国各地区争夺主权债券蛋糕的一份 南华早报 中国地方政府正在准备通过特别国债资助项目 以稳定经济 这些提案主要关注食品、能源和供应链安全 以及城市化和农村振兴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债券是新一批 还是包括在中国立法机构于10月份批准的1万亿元人民币 约合1400亿美元主权债券发行中 由于地方政府面临税收下降核债务问题 预计政府今年将承担更多支出责任 船只在红海中广告中国链接以避免胡塞武装的袭击 彭博社 五艘船只正在红海航行 他们使用信号表明他们与中国有联系 以避免胡塞武装分子的袭击 自11月以来 野门的胡塞武装对商船发动的袭击激增 给全球商船舰队造成了重大干扰 这些船只的目的地通常对几乎任何人都可见于互联网上 而表明与以色列无关的船只之前也采取了类似的举措 作为岸田的星星逐渐黯淡 安全大臣尚川扬子能否成为日本新首相 南华早报 日本外交大臣尚川扬子被认为是该国下一任首相的潜在候选人 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因一起财务丑闻而生育大跌 尚川扬子与这起丑闻保持距离 他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受到赞扬 然而 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Steven Naugy表示 虽然尚川扬子是一位有成就的女性 但他质疑她是否在党内有足够的支持来成为首相 金卡代山Pin Kardashian的Skins并不是唯一值得关注的名人品牌 彭博社 2024年 几位知名人士将在商界大举动 金卡代山Pin Kardashian的那一品牌Skins预计 将在洛杉矶和纽约开设第一家永久性商店 并被认为是首次公开募股的主要候选者 多利 帕顿 道威·帕顿签署了除剧许可协议 并计划推出电视网络 碧昂斯的护发系列受到他忠实粉丝群的高度期待 社交媒体明星Charlie和Dixie D'Amelio正在通过包括爆米花在内的一系列产品 扩大他们的商业帝国 盖尔·加朵·Gal-Gadot的盒装通心粉和奶酪品牌Gootlay 在2023年的销售额增加两倍后正准备进行大规模的分销 中国的电动汽车行业加速发展 西方企业感到不安 经济学人 中国的电动汽车EV制造商正在迅速扩大其在全球市场的存在 对西方老牌汽车制造商构成威胁 中国企业正在为速度设定新标准 并在全球最大的中国EV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政府补贴和在电池制造方面的主导地位 使中国公司具备了优势 虽然中国的EV初创公司尚未盈利 但他们正在扩大出口并进军新市场 中国公司以其卓越的技术和快速更新 和推出新车型的能力而闻名 与西方汽车制造商较慢的周期形成对比 外国汽车制造商正在努力竞争 并在中国失去市场份额 他们试图通过与中国企业结盟 和开发新的EV平台来适应 然而 由于激烈的竞争 外国品牌最终可能被迫退出中国市场 中国汽车制造商现在正寻求扩大到欧洲市场 但市场越来越多地采用EV 中国公司的车型 较低的价格和卓越的技术 对欧洲消费者具有吸引力 尽管存在关税和保护主义措施等潜在障碍 但预计中国汽车制造商将继续在欧洲市场上推进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回顾了一些重要的新闻 包括欧洲官员 希望从雅克 德洛尔的遗产中找到重振欧洲项目的方法 美国通胀加速减少了美联储降息的理由 比特币走向华尔街 英伟达在中国自动驾驶芯片市场的进展 波兰降息预期消退 商业房地产市场的希望 比特币交易所交易基金的首次上市交易 美国失业救济申请降至三个月来的最低水平 中国地方政府准备通过特别国债资助项目 船只在红海中广告中国链接 以避免胡塞武装的袭击 上川扬子可能成为日本新首相 名人品牌的重要动向 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 以及伦敦的繁忙时刻 总的来说 这些新闻表明 世界正处于快速变化的时期 各个领域都在发展 从欧洲到美国 从加密货币到商业房地产 从政治到科技 我们都能看到不同领域的变革和进步 让我们先来谈谈雅克 德洛尔的精神 欧洲官员希望通过 从德洛尔的遗产中汲取灵感 来重振欧洲项目 然而 我们必须认识到 德洛尔的成功部分 归功于当时的政治氛围和国家领导人的共同努力 重振欧洲项目需要超越更多的欧洲的观念 而是专注于振兴单一市场并执行单一市场规则 谈到比特币 它正走向华尔街 比特币交易所交易基金的批准将使投资比特币变得更加容易 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因为它给加密货币带来了合法性的认可 并为比特币的无限增长创造了条件 然而 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比特币的波动性和风险 以及它可能被用于非法活动的问题 在中国 电动汽车行业正在迅速发展 给西方企业带来不安 中国的电动汽车制造商正迅速扩大 其在全球市场的存在 对西方老牌汽车制造商构成威胁 中国企业以其卓越的技术和快速推出新车型的能力而闻名 这与西方汽车制造商较慢的周期形成鲜明对比 外国汽车制造商正在努力竞争 并寻求与中国企业合作 然而 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在寻求进军欧洲市场 并吸引越来越多的欧洲消费者 最后 让我们来看看伦敦的繁忙时刻 全球商业地产市场即将迎来一连串的交易 买家和卖家开始看到更多机会 这是一个积极的迹象 表明经济正在复苏 人们对投资有信心 以上是我对这些新闻的简要总结和观点分享 我希望通过我的解说 帮助您更好地了解这些新闻 如果您有什么想法或问题 欢迎您参与讨论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